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甜了 微腐干肉肉 对了 蓉儿 这个 是从樊楼特意买来的如意酥 听说夫妻之间只要一人一口 寓意婚姻圆满长久 你怎么给我吃你吃剩的呀 我不要 逗你娃儿呢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嗯 好吃 蓉儿 嗯 稍微留一点肚子 一会儿还要更好吃 这还有啊 秦厂长 你是不是想把我养胖子不要我了 那没有 这不 我最近表现不好 把蓉儿都气瘦了 自然是要补回来 我不管 反正从现在来只有什么都不吃 嗯 听说 这海事有一绝 乃是魅鱼汤 这不吃的人 可是会后悔的哦 那我就只喝一小碗 我带你去 嗯 走吧 我知道了秦厂长 怪不得你对这里这么熟悉 连特色小吃都知道 你的义父是海事的总把头 所以这里就是你的家乡喽 带你来海事 就是想让你看一看 我儿时生长过的地方 嗯 小时候义父每次出海回来 就会给我和义母带一份魅鱼汤 久而久之 这魅鱼汤 就成了我记忆中家乡的味道 这里就是小秦厂长的家 对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个院子还是老样子 自从离开海事之后 便再无人居住了 当年为何要走 义母死后 黑龙帮追查到了义父的下落 好在义父先行一步得到消息 在黑龙帮赶到之前 将我带走了 嗯 小的时候 义父便在这个院子里教我练剑 不过可惜当时走得太匆忙 什么都没有带走 没关系 那荣儿就陪你把所有的童年记忆 全都找回来 好 你看 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的宝贝 想不到堂堂海盗王 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呢 你听听这个 里面还能听到大海的声音 真的有啊 好神奇啊 数字谜语 这个呀上面每一个数字都有相对对应的文字 小时候我就用这些数字跟小伙伴传递暗语 哦 就像四五就是是我 那五二一就是 我爱你 那既然这个数字谜语这么有趣 我们就带走吧 以后就当作我们的夫妻谜语 好 这个指南针送给你 免得以后被我宠得找不着北 讨厌 这个指南针好标致啊 还是你眼睛尖 这个指南针和回旋标是一对 平时看起来别无二致 但如果在一里之内出现回旋标的话 它就会自动指向回旋标 如何打下的回旋标 这哪里是指南针了 分明是指南针了 那回旋标呢 回旋标在搜寻黑龙帮的途中 不慎丢失了 好可惜啊 不过没关系 我们以后就把这个指南针随时放在身上 说不准还可以找回回旋标呢 那这个礼物我就收下来 好 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一母曾经跟我说过 水和万海相连 若是把水泼到人的身上 便能感受到 在海上航行的异负 对我们的思念和牵挂 所以我经常会和一母 玩泼水游戏来打发时间 真的 真的 你那些软色的旋律 俯和了我的心 你画你坏坏表情 耳畔轻轻 你那声音 那些软色的旋律 俯和了我的心 喜欢你坏坏表情 你两眼眸和笑意 你那些单纯的爱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你个小骗子 跟为夫都玩套路 接下来看你出什么招 我接着便是 怎么样 好看吗 好看 没想到一母的衣服 荣儿穿也这么合身 那说明我的身材像义母一样好 对了 荣儿 今天是月中 义母曾说过 如果对着满月许月会特别灵 荣儿想不想试一试 好啊 那走吧 一父一母在上 望你们保佑我和秦上成 夫妻同心 永不分离 孟儿 未ilibma 荣儿刚才许了什么愿 不能说 说出来就不灵 了 那让我猜猜 是不是许了 要一生一世陪着我 给我一个温暖的家 是他自己擦的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一父一母在上 千万别不灵啊 可惜了这副好皮囊啊 这初次见面便行此大礼 不过这个礼 我们倒是受得起的啊 还不快扶我起来 我不想伤尽无辜 你 可以留下 你 马溜达过来临死 让我临死 就凭你们几个 还没有人敢这样对我说话 姑奶奶我乃京城第一高手 一会儿打得你跪地求饶 受死吧 滚 你敢气我 六公主 你就是那个首次圣旨 向父皇提出霸王条款的海盗王秦上成 这便是你要刺杀我的理由啊 你可是为数不多 让父皇手足不错的男人 本宫中喜欢都来不及呢 又怎么会使得杀你呀 所以 六公主 你这是玩过家家呢 方才我跟踪时 看到你二人形影不离 怎知他竟不是你的未婚妇啊 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的侄子 我这个做姑姑的呀 从小看着她长大 所以关系自然非同一般 姑姑此言差异 我比你年长几岁 应该是我从小看着你长大才对 都行都行 六公主 所以你想要刺杀的是端木拔 对啊 还不是因为聂宇那个鱼木脑袋 不然本公主怎么会出此下策弄 聂宇 是 那个准驸马 就他那副身子骨啊 我看连马都骑不了 还驸马 我的一庄人呢 是像秦大哥这样的 盖世英雄 有一天 他会驾着沐渊 飞来娶我 该死 秦上乘这招风引蝶的体质 又发作了 对啊 六公主你想要刺杀端木拔 就是为了阻止质子交换 这样你就不用嫁给念玉了 没错 那你也不能用这么极端的方法吧 容姐姐说得对 做事呢确实不能太冲动了 可是为了避免被盲婚雅嫁 我也只能先加入和亲队伍再做打算了 容姐姐啊 看在凌儿终身大事的份上 你不会见死不就吧 我想想 稍等别看 这小丫头竟然还想留下 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不行 我必须第一时间把这危险的小伙伴要抢你 当你的夫君身边有爱慕之人出现时 不必过分惊慌 反倒要彰显气度 表现得毫不在意 这便是欲擒故纵 容姐姐 你就答应铃儿吗 容姐姐你就答应铃儿吗 要想留下吗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有两个条件 其一 你必须打扮成贴身丫鬟随时待在我身边 其二 你不能再刺杀断木拔 但是 我会保证不让你嫁给准驸马您 就是不知道六公主能不能做她 能 就知道容姐姐最疼我了 那明面上呢 我是丫鬟伺候你 私下 可是要容姐姐你服侍我的哟 想得美 换衣服去 是 凌儿谨遵小姐教诲 快去 那秦大哥 我们明天见了 你把这个刁蛮公主留在身边 不怕引火烧身吗 怎么会呢 她这个小火苗 还没有小蝶姐姐的老道 烧不到稳姑娘 老大 大这 大姑姑 这是咱们的大姑父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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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老大 大嫂 大嫂 事情办得怎么样 喂 你们两个不会还怕被你们大嫂知道吧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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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夫妻之间哪 最重要的呀 就是信任 那老大和大嫂之间 自然就是 肯定没有秘密了 说 但说无妨 无妨 一切都在老大的掌握之中 对 这一切 都在老大的掌握之中 我们一开始 建造了一个据点 就是为了引端木白那小子上钩 但是 我们还是被青红帮给截了呀 老大你说怎么办 那个 二弟三弟啊 之前呢 有一个人 和你们大嫂信誓旦旦的说 这个事情呢 一定会万无一失 没想到这么快就打脸了 怎么什么事都在这瞎说呢 不是你让我说的吗 我让你说你就说 这行了吗 行了 事已至此 现在怎么办 柔儿 我觉得 这个宝箱丢了 有人会比我们更着急 对 对对对 为什么这一机遇情故纵 反倒效果不佳 还让我骑火难下 没道理啊 肯定是有什么纰漏 欲擒故纵 最重要的是把握分寸进退有度 完了完了完了 肯定是我退的太多 让秦上诚以为我真的不在乎这个事情 哎呀 果由不及呀 有了 正好他们赶过来 我就来一个一箭双雕 送容儿一份蜜月礼物 请阿强 怎么了 给你送宵夜呀 过门 容儿这是 魅鱼汤 魅鱼汤 那个老师傅不是 怎么能难得倒你的娘子呢 我可是跑遍了整个韩世 终于在城南找到了她 快尝尝 是不是儿时的味道 秦上诚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心里感觉到有点愧疚 毕竟为父之前还因为和亲之事 在生娘子的气 反倒是娘子 非但不计较我跟公主假扮夫妻 还不自辛劳地给我送汤 真的是模范好妻子 快喝 好 以温柔为表象 展现出一个完美妻子的大度 实际上却刀锋暗藏 将自己立于道德的不败之地 这御夫帝武器 效力藏刀 果然奏效 秦上诚已心生愧疚 接下来 定会主动提出换走的 夫君 不必如此愧疚 我们是夫妻嘛 就是应该相互理解 相互信任的呀 容儿这般大度 那为夫 绝不让容儿再受委屈 这就召集大家重新分组 绝不会辜负容儿的信任 容儿 怎么了 有任何不妥你直说 为夫都听容儿的 怎么会 好得很 现在这这个安排甚好 我们本来就是夫妻嘛 模范夫妻 楚风铃就是一小丫头 我怎么会往心里去呢 喝汤 秦大哥 她怎么来了 秦大哥 秦大哥 睡了吗 秦大哥 准备睡了 秦大哥没睡就好 林儿有一事想向秦大哥请教 秦大哥 林儿有一事困扰无心睡眠 想着秦大哥江户阅历丰富 定能替林儿解惑 说吧 何事 秦大哥 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告诉他吗 会 英雄所见略通 秦大哥 你来坐我的驸马吧 你我先说 你我相识不过数个时辰 公主便要与我谈婚乱嫁了 那又怎么了呀 那端木白和容姐姐 还都不认识就订婚了呢 那能一样 姑娘跟端木白那不过是分场作戏 我对这驸马并无兴趣 没关系 我自己说出来 心里就痛快多了 你今天不喜欢我 我就继续努力 说不定你跟林儿相处的时间久了 就喜欢上我啦 谁 耗子 是耗子 我最近屋里来了一群耗子 我特别爱偷醋吃 有时候还会爬上我的床 等你走了 我到时候再收拾他 那 凌儿就不打扰秦大哥 扎耗子了 告辞 等一下 我有一事 要劳烦公主 说吧 没有问题 那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 你是第一个敢揣本公主屁股的人 你又说我是耗子 荣儿这是 生气了 怎么可能 我只是好奇 方才你和公主说了什么而已 好 凌儿你自会知晓 好呀 那只要早点休息哦 明天千万别跟你的小公主露馅了 好 那姑姑走的时候 记得帮我把门带上 好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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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姑姑气色不佳 看样子昨夜没有休息好吧 嗯 怎么会 托你的福 已经要睡到天亮呢 嗯 舒服 嗯 既然温柔一刀你不痛不痒 我只好建议把珠心之刀 来扭转乾坤了 哎呀师兄 你怎么和一个孩童一般 吃得满嘴都是 来师妹给你擦一擦 花小姐 众目睽睽之下 你还是收敛一些 嗯 那你自己在 嗯 龙儿竟用上了借刀杀人之计 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 这叫风水轮流转 秦大哥 秦大哥 这是我一早在帆楼排队买的绿豆汤 具有清热解毒 消暑去火的作用 你快尝尝 嗯 凌儿 注意你的身份 容姐姐提醒的是 我现在跟秦大哥是夫妻 自然要我亲自喂他了 来 夫君 快喝点 我看姑姑最近肝活比较旺盛 我想应该比我更需要去火 嗯 多谢快知啊 师妹 以我们魅影阁的气盘 怎能喝这种低廉之物 这颗顶级蟹火药 春意盎然丹 才是你此刻应该服用的 哎呀师兄 真是好体贴呀 哎师兄 您去哪儿啊师兄 师兄 姐妹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